好,今天我们来复习第二章平面利息 那对于这一章呢,我们重点要掌握各种利息它的平衡方程 我们首先来看平面汇交利息 那对于该种利息呢,平衡方程有两个 一个是X轴方向的合力为0 一个是Y轴方向的合力为0 那我们以一道题为例 以致呢,F、L和H忽略自重 求平衡时压块C对弓箭与地面的压力和AB杆的受力 那由于忽略自重 很明显可以得出AB和BC是二粒杆 那这样呢,就可以确定FAB和FBC这个利的方向 此外呢,它还受到外利F的作用 三个利呢,正好汇聚于B点 这是典型的平面汇交利息问题 我们可以求两个平衡方程 也就是X轴方向的合力为0 Y轴方向的合力为0 就能解除FBA和FBC的值 那我们注意 这里的FBA就是AB杆的受力 那FBC呢,则是我们所要求的 压块C对弓箭与地面的压力的合力 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求解 我们可以选取压块C单独来分析 那C呢,受到这个杆给的力FCB 同时呢,还受到两个约束力FCX和FCY 那这还是一个平面汇交利息问题 我们依旧列两个平衡方程 就可以解除FCX和FCY的值 感谢观看